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部字障的時間 今天恆子要跌成389點 落到20327 還算是接近低位 還不收 下午有沒有起色 立即請教專家 有譚詩諾在這裡 Hello 你好 羅瑩你好 是啊 我們聊天也說 恆子什麼都落回去 其實板塊不算太大看頭 就是一些未來會南入行資新軌 這些彈得起 其中一個主題資源股好些 但其實大部分科技 其他板塊都有沽額 短期看盤路是否要繼續捱沽 看盤路其實也不是這麼悲觀 你可以先看整個下午 因為你講今天的整體跌幅跌小 又不算相對比較絕面 而且大市不是大成交金額跌下來 如果你再拉窄少少看在小時圖上面 其實恒指由5月10日左右這些時間開始 都是在走一個叫做反彈浪 即是說還是一個浪低於浪的格局 但問題是波幅很小 甚至整個5月份會不會走夠2,000多點波幅 可能性的確不小 所以如果你看到目光市很短線 我覺得暫時波幅區間 可能在大約19,800至21,000 這些位置上上落落不出奇 但下午如果跌幅率為首見一點 其實走勢上去到期指結算前 再衝高挑戰50天線的可能性 都仍然是大 所以可以短線一點的看法 就是你看一些常用的平均移動線 例如在日線圖上面 大家最常看10天、20天、50天線 其實你看到三條平均移動線 現在距離是非常窄的 所以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 蓋上來就會很容易出現一些升穿跌穿的狀況 而分析現階段的市況 第一方面可以留意 人民幣其實有沒有一個明顯貶值勢頭出力 即是外資走資的壓力不是真的那麼大 近期美元回落 外圍股市亦有機會反彈 這些因素對港股亦有一定的抗跌力 所以我覺得如果用一個短線看法 我覺得就是看其他在20,018點流上 我覺得可以繼續看相 但比較關鍵的阻力位就是在20,098點 即是50天線左右的位置 你好 在20,09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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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主要的角色 有些的角色 有些角色 有多大圍的角色 有些角色 有極的角色 可能會有《一張四角色》 或是大圍股社裡 平有機構圖 曲零筆 例如《一張三角色》 何故事 要有的角色 我們在20,098點 一張角色 詞詞製製作曲 讓它的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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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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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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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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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志愿者 我们志愿者 所以 我们志愿者 我们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咱们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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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志愿者 我们志愿者 咱们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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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志愿者